淡水河口首次出现了中国级偷渡客 开着小型快艇长军直入到渡船码头 不仅是轻松地越过了我国12海里的领海基线 海巡雷达更是到了6公里 这个6海里处才锁定 无奈当时这个雷达上只有光点并没有影像 导致雷操守误派 海巡又没有及时的派艇拦截 才会让对方最后成功地直冲淡水码头 海防破口可以说是震惊的社会 海巡署也对分署长以及当时的雷操守等识人 分别祭出了申戒到小过不等的处分 一路把它当作是返港的渔船来监控 我也下令要予以处分 说重话祭出处分 淡水河口首次出现中国级偷渡客 开着小型快艇直冲渡船码头 海上防卫出现大破口 海巡署坦诚疏疏疏疏疏 巴黎所望哨辨识出 这艘船不是我国级渔船 定调人为误判 以及为及时派艇拦截 两大漏洞就是酿货主因 摊开事发当天雷达轨迹图 这艘中国快艇从12海里 领海机线轻松通过 直到6海里才被海巡 雷达侦测到光点 但由于当时没有影像 雷操守误判为返港国际渔船 直到上午9点52分 快艇直收到3海里出时 才再次通报守望烧监控 却又被以海上有30艘渔船 无法辨识打回票 10点20分 快艇出现在0.5海里处 火方才成功辨识出 并在国际渔船 待为11万5分钟后 快艇就撞上交通船 10点54分遭壮业者紧急通报 中间30分钟 还需几乎毫无作为 坦言借货通报 照规定20分钟内就得出勤 无奈这回碰上误判 拖延时间 火速基础处分 分署长申见一次 误判的雷操守和第一 第二班叫班人员小郭一次 带雷达设备 直到6海里才顺利侦测到 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们一般雷达呢 它是在三海里之内 可以侦测到交法 这个9公尺长的小体 在6海里可见 就是说雷达的侦测系统 没有失灵 挂保证阵防系统 绝对没有问题 只是这回船行真的太小 不过面对中方灰色 地带轻扰手段加剧 海巡疏师大漏洞 酿成不速之客轻扰 各单位势必得好好绷紧神经 否则海上门户洞开 叫民众怎能安心 借参长黄伟财 韩世贤台北报道 中国大陆小艇直闯淡水 河口引爆了国安危机 驾驶快艇的60岁软性男子 自称自己遭到了对岸锁定 担心人身安全才会偷渡出境 不过男子他的穿着体面 模样相当的斯文 经历也很特殊 他曾在中国的海军服役 担任过舰艇艇长 他声称是要投奔自由 但是身上除了中国护照 以及东南亚多个国家的 户币唯独不见的就是新台币 他的动机也让人怀疑 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不排除此案是灰色袭扰 从对岸开着快艇池冲淡水 和航道中国籍软性男子 遭到海巡安检人员逮捕 现在他的身份被起底 和中共解放军有关 60岁的软性男子声称 日前曾经使用微信 发布不立中共言论遭的锁定 还被限制出境 害怕自己人身安危 这才萌生偷渡念头 不过奇怪的是 等到他抵台后 男子表示台湾无人接应 也让人怀疑他的动机 可能不一般 身上除了被搜出中国身份证 还有护照 以及东南亚等多国货币外 里头完全没有新台币 而男子的穿着整齐 完全不像在海上讨生活 过去担任过的职位 尤其敏感 他曾经担任海军 而且还做过庭长 海巡署不排除 软性男子把台湾当作中继战 未来要转往其他国家 只不过有人直接从河口登台 这更是台湾首例 牵涉层面广也成为调查焦点 尤其万一驶过关渡大桥 进入到中枢未需区 海防边防 恐怕拉警报 国防部严肃看待不排除 软性男子可能在进行灰色袭扰 测试我方底线跟防御 防堵对岸渗透 还得从网路着手 11号军方宣布 启动资安警戒专案 全天候监控 我们认为在这段时间 这个骇客的行动 不会有高深的情况 确保资通安全 发挥资安联防功效 国安相关单位 向警发条 介绍们卢不聪台北采放报道 2019年年底 在台中市区一间出租套房 发生了三死命案 一开始还误以为是 单亲妈妈带着 10个月的双胞胎巡短 不过经过警方抽丝剥茧 发现死者陈姓男友 痛下毒手 陈姓嫌犯二度被判死刑 但是最高法院认为 判死刑的理由太笼统了 发回台中更一审 而法官认为被告有悔意 而且性格受到了 幼年原生家庭的影响 经过了司法心理学会的鉴定 认为他有矫正 以及再社会化的可能 因此最后撤销死刑 改判无期徒刑 对此死者的家属无法接受 不排除将会再提上诉 画面中这名女子回到租屋处后 从此和家人天人永隔 2019年11月 在台中市区这处出租到房 发生母子三死命案 经过警方抽丝剥茧 居然是死者成姓 同居男友下毒手 连10个月大双胞胎都不放过 男子经过讯后 坦承失手杀人 而都被判处死刑 但最高法院认为 判死理由太笼统 因此发回更衣审 高等法院审理期间 死者家属还曾拿着 三名被害人的遗照 哭求法官要判嫌犯死刑 但最后法官认为 诚信被告犯案动机 身受幼年原生家庭影响 案发时面临巨大生活压力 遭逢一连串不可控制因素 经由台湾司法心理学会鉴定 认为有矫正及再社会化之可能性 因此撤销死刑判决 曾经被害人杨母得这消息无法接受 尽管被告有悔意 且愿意拿继承的财产进行赔偿 但至爱终究回不来了 就连死者的祖父也在半年前 悲愤离世 一家人搬离彰化住处 如今嫌犯逃过死刑 不排除将再提出上诉 要为王者逃公道 路口惊险直击 在高雄远处十字路口 疑似是转弯车 没有礼让执行车 两车碰撞 其中一部冲向了路旁的早餐店 让店员当场吓坏 另外是在屏东远部大货车 煞车失灵 开下交流道之后 先碰撞了停在超商的停车场的自小客车 接着又冲到了对象的路旁 才停住 女店员募集有车撞进来 当场吓哭 车祸发生在一早八点多 这一撞两台车驾驶手脚擦错伤 57岁黑车驾驶要左转 恐怕涉嫌没礼让执行白车 详细造势原因警方厘清 破级早餐店好在户外座位区 当时没客人 转往屏东大货车一路冲 很跨车道 疑似刹车失灵 驾驶下了长置交流道 先擦撞停在超商的自小客车 再滑到对上 一直滑行到逆向停下来 大车压过来 惊险一瞬间 好在没人受伤 记者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